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与应用课程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 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在我们初始化这个权重的时候 我们不依照之前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不像以前一样 只用这个正态分布里面以这个君之为零 然后方差为一的方法来初始化 而且我们而是我们以这个方差为一除以 这个对于输入层的神经元的个数给他开根号 以这样的方法来这个初始化我们的这个权重的话 训练的效果往往会更好 而且我们跟大家上节课讲了这个公式 并以实际的数字做了一个证明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 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 我们就跟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在我们python的代码里面 根据我们之前所实现的第一个版本的 这个network的这个代码之后 我们又讲了诸多的方法 可以提高我们的神经网络训练的效果 是吧 除了这个初始化权重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cost function cost函数进行修改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entropy 就是cross entropy来代替之前的二次的cost quadratic cost 所以我们讲了若干提高这个神经网络 训练这个精确度的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重点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了解了这些后面的理论之后呢 我们如何把这些理论实现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来做一些对我们实现代码上的改进 进而提高我们的准确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一节课刚刚讲过的 用这个不同初始化权重的方法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那么上面这这些代码呢指的就是 我们之前的代码啊 就是我们还是用这个原始的这个 从正态分布里面来 这种这种标记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n指的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正态分布函数 然后呢第一个参数呢 指的就是它的均值 就是它的mean 第二个参数指的是它的这个方差啊 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以 就之前的是以这个均值为0 然后放差为1的这种正态分布来随机的产生 我们的这个初始值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我们复习一下之前代码 首先是import的这个minus loader 然后我们把这个data的三部分先load进来 这都是一样的是吧 load data wrapper 我们把它数据划分成这个training训练级 验证级validation data测试级 还有testdata是吧 三部分 然后呢我们 这一次呢 因为区分于上次我们定义的这个类啊 上一次我们定义的这个类叫做network 那么这一次我们定义一个新类 我们把它叫做network2 里面做了种种改进啊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 对这个network2呢 进行一个实力化是吧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变量名叫做net 然后呢 在这个network2上 我们来调用它的构造函数 这跟以前都是一样的是吧 也就是说784 30和10分别是输入层 隐藏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的个数 然后之前呢我们用的是这个network 我们这个cost entropy cost 上节课我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cross entropy cost 我们在这个network2里面 我们用这个cross entropy cost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步啊 这一步就是我们用来 初始化权重的一个方法 我们叫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network里面 network2里面专门实现了一个方法 来这个让它初始化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始的代码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就是我network2的这个代码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在这个代码的这个默认有两个方法来 就是我们有两个方法来初始化权重啊 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default weight initializer 我们这个default weight initializer呢 其实就是我们用的新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这句关键代码啊 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调用这个囊派上面的random点 random n 它这个意思就是从 默认是从这个 以均值为0 以方差为1的这个正态分布中 来随即产生 那么我们现在要对它是吧 新的方法是对它要除以一个 这个x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输入层的 这个神经元的个数是吧 所以它除以它的这个 开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新上次给大家讲的 新的方法来初始化这个权重是吧 我们把它定义在这个 默认的这个initializer里面 就是默认的初始化 我们是使用这样的 那我们对于老的初始化的方法呢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使用01 就是正态分布 以0为均值 以1为方差 我们就定义到另外一个方程里面 把它叫做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因为它对这个weight 初始的值比这个要大很多是吧 这个处理了一个 这个输入层个数的开方 但是这个呢是用01直接初始化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之前实现过的方法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叫 large weight initializer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面 我们直接就调用这个randyx 并没有除以任何数 所以它就是默认从均值为0 方差为1的这个正态分布里面 随即产生的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 就是说调用这一步 其实就是我们调用的是这个 之前老的方法 因为它是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从正态分布01中 来这个初始化我们的权重 然后呢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调用这个 这个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是吧 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的算法 那么我们的看一下参数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训练值 训练集 30呢 仍然是我们这个隐藏层的神经元个数 然后10呢 是我们这个mini batch 就是每一小块训练的时候 它的size是10 然后这个0.1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ETA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learning rate 学习率 这跟以前我们设置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这个lambda 就是我们后来讲的 在我们进行regulation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一个regulation的参数吗 叫做lambda 所以我们把它定为5.0 然后呢我们提供这个evaluation data 也就是说我们要评估的数据 让它等于我们用的这个validation data 是吧 就是我们的验证集 我们不是有三部分吧 这个验证集就是用来评估我们的这个训练效果 然后呢 我们招有一个这个boolean 就是是非值的一个函数 就是它是一个flag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设定为真或者假 如果是真的话呢 我们就在每一步都要monitor 就是监视来输出 在每一轮训练完以后的我们这个准确率啊 好这是呃 之前我们用这个老的初始化 权重的方法 我们再对比一下新的方法的代码 之前有什么不同啊 新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初始化权重的时候 我们不是从这个均值为0 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来来初始化 而是从这个方差为 我们之前讲了是吧 就是输入层神经元的开方 1除以它 以这么小的一个 standard division方差来初始化 我们看一下啊 这些这个代码跟之前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我们看到 我们没有这一步是吧 没有这个net large initializ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时候 它调用的是我们的默认版本 默认版本呢 其实就是这个版本是吧 就是我们的default 是吧 我们的default 这个initializer 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函数的这个 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就调用了这个 default with initializer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指明 我们要调哪个函数的话 它默认调用的就是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 新的初始化的方法来除以这个 输入层神经元个数的开方 好 那么老的方法和新的方法的代码都在这里 我们运行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图就画出来了啊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方法的对比 也就是说别的因素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来用这个 初始化权重的方法不一样 那么这条蓝线呢 表示的是我们的这个老的方法 就是从正态01中间来初始化 这个橙色呢是表示我们新的初始化的方法 是吧 是从正态分布一除以 根号下这个输入神经元的个数 来作为初始化的方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比较有意思啊 我们横轴代表我们训练的多少轮是吧 我们这里让它训练30轮 我们看 在最开始呢 它们两个差别挺大的是吧 就刚开始前一两轮训练的时候 明显我们对这个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新的初始化的方法呢 它最开始就达到比较高的这个 accuracy 比较高的准确率是吧 就达到93%左右 但是老的方法就87% 然后我们看一下 随着这个训练轮数的增多呢 我们整体的这个新方法的表现 要比老方法要好是吧 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不断接近 到最后他们达到基本上 是一样的是吧 所以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新的方法呢 把这个 学习啊 从一开始的这个效果 就比老方法要好 只不过最后的时候呢 老方法和新方法是接近 但是呢 新方法的效率明显要高 好 那么这是对于这个隐藏层 有30个神经元 它们两个表现的一个对比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 我们如果把中间层 就是隐藏层的神经元 加到100个 我们看一下它们什么对比啊 首先对于这个30个来说的话 我们这两种初始化的方法 最后都达到了96%以上的精确度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呢 就是指的是 我们把隐藏层如果改成 有一百个神经元的话 那新的初始化方法和老的初始化方法 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一下 它们两的这个初始化 它们的这个精确度都提高了 是吧 整体来讲呢 还是新的方法 准确率就要高于老的方法 而且在最后我们看到 老的方法其实比新的这个初始化方法 它的准确率还是要低一些 是吧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初始化方法 它只是增快了学习的速率 但是它最终的表现 它们俩差不多是吧 但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要记住 其实是在有些神经网络中啊 根据我们不同的神经网络节奏 结构和设置 新的初始化权重的方法呢 会提高最终的accuracy 这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老的初始化方法 它不一定最终能达到 跟新的方法一样的这个accuracy 所以呢 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新的初始化方法是比较占优的 比较有优势的 好 那我们这个章节讲了这么多内容 我们就看一下 通过之前种种的各方面啊 我们讲了很多方面的变化 都可以提高这个神经网络的学习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并且通过这几方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它们的代码如何实现 从这几方面 我们来提高我们的神经网络啊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其实之前基本上讲了 这几方面是吧 一个是我们的cost函数 我们原始版本用的是这个 quadratic cost 就是二次函数 然后呢我们后来又讲了 就是说我们改进的话 可以用这个cross entropy 是吧 这是我们新定义的一种cost function 它的这种改进呢 可以让我们来减少overfitting 是吧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我们后来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一个技术叫做reguliz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加在这个cost function里面 加一下来限制是吧 对权重造成一定影响 来比较鼓励小的权重 那么我们在这个regulization内部呢 我们提了两种 两种方式 一种是L1是吧 我们还记得 我们先介绍的L2是比较通用的 就是加的这一项是 这个位权重的平方核是吧 然后这个L1指的是那个绝对值的平方核 绝对值的核是吧 加起来 绝对值的核 一个是这个平方核是吧 这是他们两个区别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一种 叫soft max layer 最后一层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sigmoid layer 我们用这个soft max layer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初始化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差是1除以这个 输入神经元数量的开方决定 那我们分别可以从这几方面来 把我们之前实现的神经网络修改一下 让它得到一些改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啊 我们之前的这个network 它的一个结构 好 首先呢 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的介绍了这个高到函数是吧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设置这个网络的结构有多少层是吧 就是说我们分别传入三个一个size sizes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每一层 它的神经元分别是多少是吧 同时呢 我们根据老的方法来初始化这个权重和偏向 然后呢我们这个feedforward的它的function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在有一个输入的时候呢 它就根据加全球和和sigmoid function来算出对应的输出是吧 然后这个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也就是随机梯度下降算法是我们的核心部分是吧 我们传进来的参数呢是我们的训练集 我们有多少轮要训练 我们用mini-batch的size是多少 我们的学习率是多少 我们的test data是多少是吧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这个使用这个gradient descent是吧 来每一次进行这个重新打乱这个training set 然后我们一个batch一个batch的取 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来取 取完了以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update是吧 update的这个函数我们跟天也之前介绍过 实际讲的就是我们 通过这个求偏导的方法 通过这个backpropagation 通过调用这个backpropagation的方法来求偏导 让我们对权重和这个bias这个偏向进行更新是吧 更新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就是evaluate 这就是计算我们的这个准确准确率是吧 然后这部是算我们的这个cost derivative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在这个输出层的cost derivative 就是cost它的这个导数呢 就等于这个实际我们预期的这个值 输出纸和这个从神经网络里面出来的输出纸 他们之间一个差是吧 他们两个一个差 好的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简单的sigmoid function是吧 还有这个sigmoid prime就是对这个sigmoid function这个函数求导 那么这就是我们之前所定义的这个network好 我们来回顾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改进版的这个 神经网络的实现都有哪几方面的改进 它的代码实现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啊 如何来改进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初始化的不同的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吧 一个是default 就是我们在实现这个network2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共是默认的方法 其实是我们用的新方法 我们有一个除以这个部分是吧 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跟以前一样的老方法来初始化 这是刚给大家讲过了是吧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cost函数啊 cost函数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network2里面 我们专门建了一个类啊 它的名字就叫这个 cross entropy cost 那顾名思义也很好理解 肯定就是我们后来给大家 这个讲解的这个 对于这个cross entropy cost 根据它的方程来实现 也就是说 是根据下面这个方程是吧 我们对它进行这个实现 那么就是比较比较直接 就是把这个方程转化成我们的代码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 是吧 1除以n是吧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总和 然后呢 1除以n就是说 我们 这儿有个y是吧 y在这里 这里乘一个 这个a的对数是吧 a的对数 就是non-package里面有一个 提供对数的这样一个方程 然后我们再减去 是吧 我们前面有个负号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说减减 然后 1减去y是吧 1减去y乘以这个1减去a的 它的对数 1减去a它的对数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对这个cross entropy cost的实现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delta 就是说 我们要算这个真实值和我们 神经网络输出值的差别 就是a减去y是吧 那我们这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 要把这个新的cross entropy cost把它定义在一个类里面呢 而不是定义成一个function呢 这有个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这里计算cost其实有两个作用 是吧 我们在神经网络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衡量这个网络输出的值和理想匹配值的预期值的匹配度 是吧 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一步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计算这个cost 才能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个匹配程度是多少 还有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我们当时还记得 我们在实现这个back propagation算法的时候 激素偏导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计算这个delta输出层的这个error 是吧 那这个error 它是取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cost function cost函数的是吧 对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cross entropy呢 它的error其实就是在输出层 我们的 从神经网络输出出的之后 我们真实是这样一个差是吧 所以我们就看到delta 它其实算就是这个量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两个意义 那么所以呢 我们需要就是把他们打包在一起 定义在一个类里面 这样比较好使用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的类 叫做cross entropy cost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对于之前老的cost 我们也对应的定义一个类啊 把它叫做quadratic cost 那个这个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这个直接就是说 我们还记得这个1除以2n是吧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对于向量 求它的这个长度 就是它的norm 那它就是说这个numpad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函数啊 它叫这个diagonal linear diagonal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a和y分别是两个向量的话呢 它会求它的这个norm 也就是说a1减去y1括号平方加上a2减去y2括号平方 加上a3-v3括号平方 它就实现这样一个对向量求长度这样一个函数啊 是现成的这个numpad里面支持的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直接调用这个linear diagonal加上这个norm啊 把我们两个向量传进去 之差传进去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下一步呢这个delta是一样的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传出的是一个他们两个差在乘以sigmoid方这个 function的导数是吧 然后把z输进去 所以呢就是这这两个类分别对应我们的这个cross entropy 上面这个对应的是cross entropy的这样一个cost 下面这个类呢对应的是这个quadratic cost是吧 到时候我们具体调用的时候可以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调用哪个类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在eclips里面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我们新版本的这个network2的代码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讲解释的是吧 我们先定义一个quadratic cost 这就是我们老的方法 就就对我们二次 二次cost的函数是吧 我们对做这样一个实现这个static method呢 大家可能有的学过java或者别的变成语言人理解 就是说这个函数它是不依据我们实力化类不需要实力化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类名上来调这个函数啊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这两个函数我们都定义为这个static的方法啊 那么好 我们刚才解释过了 这个是我们的新的这个我们老的这个这个是我们的老的二次函数的这样一个表达式是吧 然后这是一个这个delta 就是它是这个从输出层它返回这个 arrow误差的这一个计算公式 那么新的这个cross entropy cost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是吧 我们有一个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公式 然后有一个计算delta的这样一个式子是吧 它就是a减去y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函数是吧network network呢我们看到啊这之前跟 跟之前实验的基本一样 出了这一项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 默认的这个初始化的权重的方法就是刚刚跟大家解释的这个方法是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可选如果我们想用旧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调用这个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来初始化这个权重 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 feed forward呢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是吧这个没有变动 然后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里面呢我们的加了几个flag什么例子就是说我们用户可以有个选择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 比如说第一个是evaluation data等于 就是默认的是none什么都没有是吧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参数来定义我们的这个 评估的时候用的是哪个数据 对然后呢我们需要 就是这儿可以用户有一个多一个选择是吧就是说我们 是不是要这个监控在evaluation的这个data set上面的一个cost什么要输出它同样我们可以选择是不是要监控也就是说输出我们这个 evaluation上面的 accuracy 然后同样对于这个training cost 我们是不是要使用 还有这个training accuracy 是不是要使用这就取决于我们在验证的时候我们想通过哪种 data set来验证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吧 就是在每一轮跑完以后我们答应我们的准确率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它具体的实现是吧这就是一些 根据 我们这个还是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的算法 来进行训练 那么只是加了一些这个flag就是说要或者不要 来取一些函数是吧这些都比较 也就是说每一个if 就是说当它等于真值的时候我们就执行下面这个cost 这样来计算是吧 如果 不执行这个呢 那我们就 不执行下面的这个条件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是 我们要这个monitor evaluation cost 那我们的定义这个cost function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是吧 evaluation data 然后我们还要传入一个lambda 就是我们的regulization的parameter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monitor evaluation accuracy 就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传入的evaluative 就评估我们准确率的这个数据上来 算这个accuracy 并把它打印出来 这就是用户的一些多了一些选择 看在哪个dataset上来监控我们的学习过程 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inibatch updateminibatch 这一步呢我们同样是通过 调用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来 算出这个偏导数 然后我们来更新这个权重 是吧 但是我们看到与之前的代码不同的是哪一点呢 我们看到这儿是吧 这一项这就是我们 之前理论课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回因为引入了一个这个ETA 也就是学习率 要乘以这个 我们还记得是吧 我们现在用了reguliz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lambda 就是我们的regulization的parameter 带进去了 他要除以n 以前我们是没有这一项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这个updateminibatch这个函数呢 稍微 跟之前有一些不同 也就是我们加入这个 lambda 他呢 就是说 对我们的神经网络进行了regulize 减少了overfitting 所以呢我们的 就是当我们理解了这些算法之后呢 其实把之前的公式直接翻译成代码就可以了 我们只是解释一下这个lambda 之前没有 我们现在加进去了 是吧 然后那个backpropagation的这个方程呢 和之前基本是一样的是吧 然后我们看这就是计算这个accuracy 还有我们的总的cost是吧 这是计算我们的totalcost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 这块我们多加了一个方程啊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当前学习好的这个神经网络 把它可以存存下来我就存在我们的硬盘上 然后把它存成一个文件 然后下一次我们就不需要重新训练 我们如果 想用这个我们训练好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load进来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我们存的时候其实怎么存的 其实就是 把我们因为我们训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的权重是吧 权重和这个偏向是吧 还有我们的cost 还有神经网络的size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 放在一个这个 dictionary里面叫做data 然后我们把它存在一个 json file里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以后想用的时候就不用重新训练这个网络 如果我们想 用这个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我们就直接可以 重新载入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存成一个json文件 在本地存起来 然后呢 下一次我们如果想用的话 我们直接 通过这个文件名把它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训练了 是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load 就是我们传入这个文件名 然后我们就把数据可以加加载进来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里面的参数都存下来了 好的 那么这个 剩下的方程的跟我们都一样 是吧 sigmoid function呢 然后这个 这个 sigmoid prime 是吧 这个都一样 嗯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新的这个神经网络 他的一个实现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深的神经网络 我们如果我们他来跑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啊 嗯 所以呢 我们首先是导入数据跟以前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导入这个network2 是吧 然后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 实力化的时候 我们通过调用这个 构造函数 我们 用784个 输入 这个输入 神经元作为输入层 隐藏层还是30个 输入层还是10个 然后这里我们用的这个cost 是这个cross entropy的cost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 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我们用的是这个 training data 就是我们之前分好的这个training data 然后 初始层30个神经元 然后这个10呢 是我们这个mini batch的size 是吧 0.5呢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率 也就是我们的learning rate 然后这个5.0呢 是 是我们的这个 lambda 就是我们的regulization的parameter 然后我们后面就是说 我们这回就 我们之前没有用到这个 验证机啊 就是我们分开分好的 就是 开始分好的这 就用来作为验证的validation data 我们这次把它用上 也就是说 我们在evaluate 就是在评估我们的每一轮学习结果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个 validation data 上面来评估的 然后呢 我们 选择这个monitor evaluation accuracy等于true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监控它的accuracy 在这个神经网络训练一层一层过程中 我们需要打印出来这个accuracy 然后呢 monitor evaluation cost等于true 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 这个把这个cost 打印出来 然后呢 同时呢 对这个 monitor 这个training accuracy 也等于true 是吧 我们在这个 monitor training cost 也等于true evaluation这两个书籍上我们都把它的这个cost 和它的这个accuracy打印出来 好 那我之前run过这个程序之后呢我们的结果是这样的啊 也接着时间我们就不重新跑了 我们在这个 我之前存下的这个结果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这个第一轮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cost 是0.4是吧 然后那个是在训练期上 training在上面 然后我们的这个 accuracy呢 是比较低 但是我们大家记得一下 我们现在 就是说这个是在训练期上 所以我们这是5万 这并不是 这个1万 所以在5万里面我们对了4700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cost 在evaluation data上面 我们的cost0.7 然后在这个evaluation data上 我们是有1万个数据 我们对了9449个是吧 所以从这看的话 第一轮训练效果就不就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用了新的这个 初始化权重的方法 然后呢在第2轮之后呢 我们看到 这个 在训练期上 我们的这个accuracy进一步 有提高是吧 变成7 47 670 然后我们在 这个evaluation 就是validation data set上面呢 我们的这个 准确率 预测对了 10000个以内 我们预测对了 9515个是吧 也就是 从之前 9449个 提高到9515个了 然后我们看 这就提高到95%以上 我们 再看一下后面不断改进这个效果 95 我们看到 在第11轮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 在这个 test data 就是我们之前选的这个 验证集上 我们的这个准确的 预测对了 1万个之中 我们预测对了9603个 这个已经是非常高了 我们比我们之前训练的最好的效果还是要好是吧 达到96.03的这样一个准确率 然后我们看还不断不断增加96.05 然后96.14是吧 96.20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浮动 比如变成95 96.40是吧 这是我们看到 目前是最高的 96.40 我们看有没有 更好的是吧 这还一个96.40 96.40 我们看这达到90 25轮过后呢 我们已经达到96%的准确率了 这是 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整体看完以后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已经可以达到最好的 可以达到94 96.4的准确率 这也就证明了我们通过 之前我们介绍几个内容 对神经网络进行了优化 也就是说 我们主要是从 这几方面 进行改动 一个是我们的cost函数 我们 用了cost entropy 取而代之之前的二次 函数 这个quadratic cost 我们加入这个regulization 我们是吧 我们 初始化的方法也改变了 所以呢我们这回发现神经网络的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表现的会大大提高了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实现提高版 的这个数据数字识别的算法 好这节课内容就在这里 下节课再见 订阅